數學也蠻多的 不過我覺得我講數學應該還講得 應該還蠻清晰的啦 應該是啦 沒有啦 我覺得我數學不好 但是我學生有數學他講數學對不對 對數學 我跟我學生講我數學我覺得數學不好 但是你千萬也不要把我當作真的數學不好對不對 我看不懂的通常是代表那個數學是不是錯 可以嗎 結果學生通常講了半天他真的數學弄錯了 可以嗎 其實看paper一樣我看不懂的數學通常 就發覺他是錯的 很多 不然那個可能你們很多數學都比我好 我一直覺得數學如果你真的了解 他會有一個map下去有一個想像空間 如果想像不過 他通常會發覺他是錯的 我的感覺 我的知覺 對 我不知道 陸老師是這樣 我高中 我高中 物理有一個數學 我用我另外一 不是老師的教法去教對不對 教 把它解出來答案對 去跟老師要分 老師不給我分數 你知道嗎 物理啦 我要分 因為他不給我分 我要下去就追高分 然後我又沒有補習 對不對 他說 他不給我分數的理由是什麼 你知道嗎 說我字太醜 可以嗎 好 那我們來看 因為我們要做人臉做辨識 那就是要做分類 那分類 做的時候就有一個特徵對不對 就像我們要去挑人 就像組長對不對 要挑員工要挑老公 很多條件對不對 可能老公那麼多條件 就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 像帥對不對 或是什麼 那就是Future Dimension 挑到一個 對不對 那 但是帥可能不夠 對不對 我可能要其他的特徵組合 所以我可能 Future Dimension 其實 是把其他的特徵組合在一起 融合成新的特徵 所以我們要做人臉辨識 就要開始接一些技巧 那第一個就是分類 分類 從過去到現在 所以分類我們裡面有第一個 就是Kamin Kamin的人聽過 舉手 一個兩個 盧同學 好 我可以不要教就跳 不過好 這個大概兩三分鐘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來問剛剛懂的人 來 Kamin 聽過的人 舉手 每個人舉手 盧老師 對不對 還有盧同學 對不對 還有一個 許同學的旁邊 許正 許 許齊東 是不是 你好 你有聽過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問Kamin的問題 好啦Kamin非常簡單 Kamin就是我們要分兩群 譬如說兩群 那K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 Kamin的最大問題 最大問題 來盧同學 最大問題是什麼 要給K 要給K 就是我要分兩類 然後 接下來會影響非常大的效果 第一個就給K 第二個就是70點 70點 就是很多人生的 一個人生 就是 你的成功與否就是 一出生就決定了 可以嗎 就像一棵樹 枝可以形成神木 對不對 很重要一點 就是神木一定要長在寒冷的地方 對不對 然後沒有人理它 然後受盡苦難 終於成為一個大樹 如果那棵樹是長在城市 一定被人家剝皮 死光了 對不對 不會的 聊了嗎 好 那這邊也一樣 70點一下去的話 就會影響 所以我們 就根據最近的距離 下去 然後 這邊就是 跟 這些點是離藍的比較近 那 紅的話就是比它近 然後我們就分兩列 那第二次 就重新算它的命 所以它這K就是要給K類 然後給命下去 那根據重新的命 再去 根據距離重新分類 可以嗎 這是第二次 那就做了幾次以後 它就收斂 這是K命 你知道嗎 這是K命 OK嗎 這是它的方法 它的方法 所以它最大的致命傷 就是一定要給K 然後 第二個就是說 給70點 然後 我 本來的講義是還要 介紹距離 不過我們上上次已經介紹過了 不同的距離 也會影響 就是K命 然後最後就把它分完 那基本上它就是 你去分 但是clustering其實 就是 剛剛講就是 我們去分類 但是有不同的 clustering的方法 有一個是我分的時候 會有階層 hierarc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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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物種在分的時候 對我們分的物種的時候 會有那個演化素 譬如說狗跟貓很像 對嗎 人跟猴子很像 那就是 人跟猴子要先舉 可以嗎 這樣分類以後 結果發覺 我們人跟 老鼠也很像 可以嗎 老鼠的精英 跟我們說有 白老鼠 對不對 結果發覺 我們跟豬更像 對不對 好 那就是 你在分類的時候 有那個關係 就是演化素 對不對 好 那這邊就 數學就是 我給個data 然後想要去分K類 那我們希望 就是我們minimar這個L 這個L就是說 你屬於那一群 跟他的距離要越小越好 結果越小越好 我們想要去minimar他